大家好我是诺诺 欢迎收看我的大人生存第58集 昨天我已经装扮好了餐厅 今天呢我就装饰一番附魔室吧 不过我得先收一下麦子 喂喂牛和羊才行 因为装修房子会用到很多的牛皮和羊毛 牛不知道还有没有一百头呢 都被我杀的差不多了 得让他们多生点宝宝 哎这麦间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里冲不到水呢 难道前面又多了个方块 嗯是少了一个 看来又是地心人干的坏事 冲完地拿了些麦子来去喂羊了 我的羊一直都不多 上一次做羊肉包还杀了不少 嗯我还说要把地面全都铺上羊毛呢 这牛皮可不能吹破了 小羊儿乖乖多吃一点吧 快点吃快点吃吃多点多吃点宝宝 我的牛皮吹破了可要全怪在你们头上哦 这黑色的羊可真有意思 剪下的毛竟然是白色的 但如果杀掉它掉落的毛却又是黑色的了 为什么呢 回到家把羊毛做成那白色地毡 用拦拦一些玻璃灯 开始干活了 土块就不用换了 直接装几个玻璃灯上面再盖上地毡 这样的话地板也是酿酿的 怎么样 是不是立马就选择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嘿嘿 接下来就是天花板了 跟餐厅一样 先维一圈星光包子 哎呀 看来还非大家子不可了 好吧 星光包子围好之后呢 再围上两圈半砖 哎呀 好尴尬呀 把自己围在上面了都下不去了 哎 这个架子好像搭高了一格哎 拆掉 这个中间呢 先我一圈木纹灯 正中间放三个荧光金块 这个还是从蒙眼新商人那里结来的呢 嘿嘿 这个灯够豪华吧 最后就是这柜子上面了 嗯 我觉得这附魔的话还是需要许多书做参考的吧 那就放几排书下看看 软皮革太少了才做了四个书柜 这哪里够啊 我要去刹点牛 我的小牛都长大了 别说这牛长得还挺快的 一天能喂好几波呢 一口气得到八十多张软皮革 这下够了吧 回头加我又做了几个书柜 那现在就把它放一下 放在边上吧 软角的地方 这个书柜还是书要多一点 看看是不是好多了 那我这附魔师就这样了哦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交个关注吧 拜拜我们明天见